西藏 西藏所謂的生瓜或者是他們的來源血統 當然貴族還是會很強調自己的祖先的來源 比如說有些是家裡又出現了丹蘭喇嘛的轉世 他們家裡就變成貴族 以前什麼都不是那天開始就變成貴族 比如說我們14世丹蘭喇嘛的家族 他是在西藏很多地方 就是青海湖以東地方的一個農民家裡 他們家裡出了丹蘭喇嘛 他們就變成貴族了 所以說他這個貴族並不是把血統看的條件 但是大家還是會強調血統 因為我家裡以前就歷史上是那個很強的貴族啊 或者歷史上松山幹部的時候 我們家裡是有出家人啊 或者我們血統等等 他們都會往上上訴 真真假假你也弄不清楚 但是他們都會非常強調那個血統 但是強調血統並不是說 這個血統是你變成貴族 或者說所謂的變成流亡政府官員的條件 不是 流亡政府是只看你是不是掛了那個名字的 是那個家族出來的就可以 所以說阿佩家裡你看阿佩啊 他那個有些他就一個泥屍 只剩下泥屍 泥屍環屬找了個老公 然後那個老公就變成貴族 那是這樣他就不一定是 並沒有看你是不是真的是貴族 但是如果你家裡不是高的血統的話 你變成政府官員人家也會歧視你 所以一般都來說貴族之間是沒有 西藏有貴族之間是沒有自由婚姻的 全部都是按照利益來互相配的 所以沒有所謂貴族之間是 談不上什麼自由戀愛 或者自己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得婚姻 婚姻都是一些政治的婚姻 是為了延續這個家族的安排 這個是幾百年都一樣 那老百姓的話那個婚姻他就無所謂了 所以說老百姓 但是老百姓如果一個家庭 他的人口少了 他維持不下去 他為了保住那個農田 為了保住那個農田 已經付出在農田上面的房子等等的那些 他還是會招女婿 還是會養 招那個養子啊什麼的 以便把這個維持下去 否則有些農民 比如說他家裡兒子啊女婿 或者因為什麼東西突然死掉了 沒有人去 因為你繼承這個土地 而需要那些服務 沒有人去做 土地就會被政府收回 收回你就變成沒有土地的人 沒有土地的人 西藏人就稱他為獨青 獨青就小呼人家 那你就真的就只能替人家去幹活 到處去 所謂的在中文叫打短供嘛 你今天給這一家幹活 明天給這一家幹活 去用這樣方式來賺錢 有些他就會到其他地方去 到處去流浪啊 或者這樣的也有 破產了嘛 那所以那些人算是 在西藏社會裡面最窮的了 因為他沒有農田 沒有農田 所以他沒有收入 沒有收入 他就只能靠出賣勞動力來賺錢 那那個賺到的錢有限 所以 這是另外一種狀態 但是這些人當然就可能就不會去當官了 但是也有這樣的人 變成貴族家裡的 隨從 為貴族服務啊 我願意到你們家裡變成你們家運人啊 你們管我吃醋啊 吃啊 吃啊 反正我們家裡的你要管 那貴族家裡就會有很多這樣的叫男生 男生就是在家裡吃飯的人 那這些人呢就在就變成是 呃 類似於 中國的 那個大戶人家的家丁 呃 但是 因為你貴族家裡其實沒有很多活嘛 呃 所以說 能稱為那個男生 就是家丁的概率其實不多 呃 呃 那些有錢人家 呃 那個家丁的 變成家丁的 就是 中共所說的奴奴 大部分都是由這些人來養 就是那些柴餅 我治差異嘛 我需要勞力嘛 所以 他就會收這些人 變成家裡的人 變成家裡的人 就是我 負責你家 你的所有的 吃穿 你也替我們家工作 呃 是這樣一個狀態 所以他們就說奴隆 奴奴的奴奴的奴奴 類似這樣的就 呃 他自己說不清楚中共 類似這樣的很多 但是這些人算是西藏社會比較 最貧窮的那個階層 他們是沒有土地的 但是他們所以只能去 但是有些呢 他當家丁的地方是 比如說大的喇嘛 或者大的貴族 給他們當家丁 當著當著當著地位就升高了 地位升高了就變成他的代表 然後就變成他的管家 然後後來變成他的代理人 或者是變成跟他們女兒結婚 然後變成 那樣的也有 嗯 這樣的人生的戲劇性 人生的也有 但不是很少 但是如果變成了這樣的 也沒有人會說你 就像以前的藏軍的司令 叫那個 那個查隆 查隆戰鬥 查隆戰鬥是很有名的一個 他以前是 看馬的 達拉拉 是三世達拉拉嗎 被滿清的軍隊追 追殺的時候 他在河邊去阻擊 那個滿清軍隊 殺死了幾個滿清軍人 就是在河邊 沒有讓他們過河 達拉拉拉就順利地跑掉了 所以他就變成貴族 以前他是放馬看馬的 是最底層的那種 就是類似家庭這樣的 最後就變成西藏的藏軍的司令啊 或者貴族 而且變成最受人忠敬的 如果按照血統 他什麼都不是 所以西藏的貴族是 成為貴族或者官員的身份 是不看血統的 而是看你是不是那塊農地 那塊分地裡面派來的 那個的意思是 政府把分地分出去 你那地方就一定要有一個人來政府服務 所以那是交換的 並沒有把官員看成是這麼 而是看成是 政府給你們家裡分地 所以你們家裡一定要有人來政府服務 如果服務的不好 我就要把你們家的分地收回來 所以那些貴族就必須要 斤斤夜夜地服務 不敢有任何的反抗 不滿 消極代工都不敢 只要有了 上面就隨時把你們家的農田收回 你從那一天開始就 OK 你不願意幹 你走 你就什麼都不是 所以政府的官員基本上都是這樣 所謂的貴族其實就是這樣 像那個僧官就比較傲慢 因為他沒有什麼好士氣的 他是出家人 然後有私院裡面 然後他想有志於去當官 他就去考那個僧官的學校 在布達拉宮 一般都是那個三大司的裡面的 那你把考上了 你進入到那裡面 然後有什麼缺了 就會讓你去當官 然後就當官一般兩年三年 回來你如果僧官主務沒有了 你又回私院還是出家人 所以當官主務你是官 當完官了你就是還是一般的出家人 所以他們來說 一般認為是比較能幹 因為他們是僧人裡面 僧人比較西藏人裡面的 比較精硬的都在 或者比較能幹的都在出家人裡面 那裡面比較能幹的會挑到 僧官學校嘛 僧官學校出來他又接受不去 而且他們因為僧官啊 所以被上面會信任 因為出家人嘛 立起來一根香 稻蝦也是一根香 他沒有什麼家人 他也沒有什麼好考慮的 七大一八大鍋 或者我未來的子子孫孫的 那些都沒有什麼好考慮 所以他比較敢說敢做 所以他們都是比較強悍的 那三官如果職務沒有了 他的工資收入也沒有了 他就會回到四月裡面去 他就其實也沒有什麼 但是他可以參加那個民眾代表大會 民眾大會就是那個 西藏類似一會一樣的那個大會 那個只有在建交啊 決戰啊 那個叫戰爭啊 或者說一些官員的深淺的時候會做 比如說西藏以前有兩個那個社政 熱爭的時候 熱爭仁波切 還有一個朗東 兩個社政 熱爭仁波切 他就覺得 有兩個社政的話不舒服 所以他就說宣布我辞職 他在家說你為什麼辞職 他說天我二日 你讓我們兩個社政的話弄不好 還是讓他來當社政 我回家去 西藏的國民大會就召開會議 那怎麼辦 怎麼大家商量就覺得熱爭 比朗東能幹 朗東是俗人嘛 社政還是應該要有出家人嘛 所以就去找那個朗東 跟朗東說我們會增加你的領地 增加一部分的領地 你放棄你的社政的職務 朗東就OK答應 作為交換 所以朗東就辞職回家了 就是當他的愚公 就坐在家裡就什麼都不是了 然後熱爭就變成唯一的社政 熱爭 熱爭王 就像那個一樣 這些事情都是由那個國民大會決定 所以他屬於一個類似East Team的機構 但是也有點像現在的議會 那僧人呢 他就是編制裡面就有這個僧人 僧人都來源於那個三大司 或者其他的周邊的寺院 那他們都是各個階層的人都有 其中那個低階層的人比較多 但是他們作為政府服務 他們是抱著為戴了喇嘛 效力的這樣一個信念 然後任期過了 繼續留用他就繼續用 繼續不留用他就回思願 基本上就是這樣一個狀態 如果一個僧官還手的話 那當然他就不是僧官了嘛 他就回家了 以前歷史上曾經也有這樣的 很有名的僧官 他跟其他女的有那種地下情 那地下情大家就可以裝成不知道 但是轟轟力弄大了 政府就會讓你回家 這個也有 但是基本上 當你作為僧官來的時候 沒有人會關心你是不是真的受戒 反正只要你穿著袈裟 人們就會設定你是受戒的 因為你沒有受戒 你就要把袈裟脫掉嘛 沒有脫袈裟 即使有閒言罪語 大家還是設定 就無罪推戴 無罪推定一樣 就會設定你是受戒的 不能質疑 除非已經鬧得很公開了